Hello 我是劳雷 今天是9月30星期五 明天10月1号星期六 世界上很多地方会发生游行 支持伊朗人的游行 最近不是有抗议吗 在伊朗 我不是前段时间跟你们讲了吗 很长很长的一个视频 我说伊朗人受够了 伊朗年轻人受够了 尤其伊朗年轻女性受够了 真的是受够了 他们不怕了 或者是他们还是害怕 但是他们还是上街 带着自己的那种恐惧感 上街游行 那么下场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他们只要一些 希望有一些变化 但是政府呢不听 就把他们打伤 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Instagram什么WhatsApp 给我发图片的自己也被打伤了 被打伤什么样子 我不想跟你说 真的很伤心 有一些被打死 但是他们还是会上街 还是会继续 要求 那些变化 这段时间呢 伊朗人需要我们的支持 哪怕这是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支持 因为要不然的话 我们能做什么 对吧 捐款没办法 没办法 要求什么 其他国家去解放 他们也不要 他们那些都不要 他们要的是 Attention 要的是 我们在网上说 我们在街上说 所以说呢 明天有那些游行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呢 你或许可以上Twitter 上Instagram 上YouTube 上一些什么那种社交网 你可以在那说 你可以在那转发 支持伊朗抗议者的一些东西 一些帖子啊 视频啊 你可以做这些 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 在美洲 在其他的一些 相对来说 自由的地方 你可以去参加那些游行 我强烈建议 大家去参加 参加那些游行 如果说你关注了 我的这个频道的话呢 或许 你还是会向往一些自由 对吧 会向往一些民主啊 法治啊 安全啊 对吧 那么或许有一些人会说 那我为啥要被伊朗人 上街游行 危险吗 首先 你为什么要为伊朗人游行呢 因为 首先我们都是人道主义者 对吧 就是他们是人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他们现在有一个机会 伊朗人 我不说这个机会很大 我也不觉得 我也觉得很可怕 就是或许 这些抗议 他们上街都是 都是白上街了 他们 他们那些牺牲 都是白牺牲 或许 不会有任何变化 不会变好 或许 但是伊朗人还是觉得 有这么一点点希望 所以说他们愿意上街 愿意牺牲 虽然自己害怕 但是还是上街 因为或许 如果说 伊朗年轻人 包括 非年轻人的伊朗人 继续上街 继续抗议 继续发声 继续提要求 或许 迟早 他们的部队 他们的警察 会明白 其实他们是对的 政府是错的 或许会支持他们 那样的话就完了 那个政府 那个体制 那种独裁就完了 所以说现在 伊朗的八千万个人 有一个机会 现在很多伊朗人 都是这样认为的 需要我们支持 你一个中国人 如果说你向往民主 法治 那些东西 自由 那是你的兄弟姐妹 在伊朗 你来支持他们 反正你自己 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或许有一些人 会觉得我参加那些游行 会不会危险 不会啊 你去参加那些游行 你试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你在 西方国家 或者是在外面 我们就说在国外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参加过一些游行 或许你这位中卫 会觉得我不要参加一些 跟中国有关的游行 对吧 或者支持一些什么 藏毒啊 主次类的 或者香港 我理解 或许你会觉得 那样的话 中国大使馆的人会看着 会给我带来麻烦 或者是我在中国的家人 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这些我都理解 但是这一次呢 这是一个跟中国 无关的一个游行 跟伊朗有关的游行 对不对 中国大使馆不会管的 你在那儿游行 也不用喊一些 那种很过分的口号 但是你可以说 你支持什么 支持伊朗女性 支持自由 支持她们民族 支持一些 最起码一些改革嘛 对吧 你去参加那个游行 如果说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呢 戴个口罩算了 不会 不会有什么风险 所以说我觉得 我建议 我希望 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呢 有机会的话呢 你去参加那些游行 你去试一下 值得 真的很值得 有一个网址 我在我的英文的那个 Instagram 发了一个story 在我的Twitter上面 发了一个story 你要搜我的那个英文账号 我的中文账号上有 有连接 不想的话 你可以搜他们的 就是那些组织者 他们的网页 叫 MIDEASTMATTERS.CARD.CO 何必那么吵吗 MIDEASTMATTERS.CARD 但是那个有两个R CARD.CO 你去上那个网页 你去看你周围 比如说东欧啊 或者是西欧啊 或者是英国啊 或者是加拿大 或者美国 或者其他地方的 哪里有游行 你去 你去看一下 如果最开始 你觉得有点害怕 有点害羞 或者啥 你不用直接去参加 你先看一下吧 看看他们怎么游行 如果说觉得OK 那你去支持他们 这个真的很值得 我觉得 我只想说这些 然后 对 我现在在布达佩斯 明天我们这儿 也有游行 中午12点 忘了地点 可能离过这儿不远 但是明天 我要搬家 所以说我不知道 能不能赶上你游行 我们看看吧 明天 如果谁在的话呢 可以给我发个 Instagram或者啥 我们看看吧 反正值得 好吗 你们保重 我今天没有时间 去搞那些 包图 我们下次再搞 拜拜